好 接下來全球現場 來關心北韓今天清晨一大早又試射飛彈了 這已經是12天以來第6度的試射了 更多的新聞重點時間交給真榮 好 大家早安 全球現場時間 帶你來關注的是最新的消息 這是南韓軍方尖州表示說 北韓今天的清晨再度朝日本海發射彈道飛彈 這也是12天以來第6次北韓發射飛彈 同時間這也是北韓即週二向東部海域發射 一位火星12型的中程彈道飛彈 時隔兩天之後再度發射彈道飛彈 由於北韓的外務省呢 之前他們譴責美國的核動力航母雷根號 重返朝鮮半島海域 是嚴重威脅了該地區的和平穩定 所以外界就解讀說 北韓這樣的抗疫的味道是十分的濃厚的 而南韓軍方現在在著手分析 相關的射程高度還有速度等等的參數 北韓今天清晨再度發射飛彈 外媒之後分析說可能是因為北韓當局不滿 美國航母雷根號5號 重返到東海的國際公海區域 南韓軍方就形容說這項動作是十分的罕見的 因為雷根號在上週的時候才結束了 韓美日的聯合軍演 這麼短的時間之內就再重新部署 確實是相當的不尋常 而雷根號的動作 似乎也是在展現韓美之間聯手要應對 北韓挑釁的決心 北韓4號的時候他們是試射了 極音速跟中程彈道飛彈之後 美國國防部就被媒體詢問到說 雷根號航母的動向 但是五角大廈是沒有回應的 不過在稍晚之後南韓軍方就宣布 在美韓共同協商之後決定 雷根號的部署就在南韓跟日本之間的這個國際公海 而且呢因為這個雷根號上週 才剛剛完成的是美日韓的聯合軍演 這麼短的時間內就重新部署在朝鮮半島 其實外界就解讀說當然是要進一步的防止 北韓的挑釁 而其實北韓今天清晨再度試射飛彈 但同時間聯合國安理會在美東時間5號的時候 就召開會議在討論北韓的挑釁行為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格林菲爾德就表示 因為在中國大陸和俄羅斯的庇護之下 北韓才得以持續試射飛彈 再要看到的是華府智庫全球台灣研究中心5號就舉行了年會 美國在台協會AIT的主席莫劍 他就重申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 並且提到北京的威脅的行徑 莫劍也表示台灣關係法裡頭就提到了封鎖是脅迫的形式之一 而莫劍也談到說美國總統拜登呢 他在四度表態說願在台灣受到中國大陸禁犯的時候 會以軍事的力量來協防台灣 莫劍就表示美國對台的政策是要回歸到原始的文件來著眼 包括了台灣關係法 美中三個聯合公報 還有六項對台保證 這都是美台關係的三項支柱 那莫劍也表示說原始的文件裡頭明確表示 如果有人是企圖要用武力來改變台灣的地位的話 美方是會有所行動的 而莫劍也說這就是拜登的意思 拜登的說法跟白宮的聲明對台政策 拜登的不變是不矛盾的 那莫劍就認為說美國對台政策是沒有改變 改變的是北京對台的威脅 好拜登呢他在上週的時候表示說 如果大陸犯台的話將會出兵協防 不過現在 美國紐約時報就引述了官員的說法 做出了這一篇的報導 就說呢如果華府決定要派兵的話 也會要讓台灣成為一個具備有充足武器能夠抵禦共軍的豪豬 好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一篇的報導裡頭就分析到 美方正在加緊努力在台灣儲備大量的武器 紐約時報的這個標題就寫到說 美國計劃要把台灣變成龐大武器庫的文章 內容它是引述了現任跟前任的美國的國安官員指出說 共軍近期對台的海空演習就顯示說 中國大陸可能會以封島作為攻台的前奏 那麼台灣得自立要撐到說美國或其他的盟友來介入 美國的官員在研究共軍的演習之後 也會努力的加強在台灣打造成一個龐大的武器庫存 但是要把台灣打造成武器庫存 也會面臨的一些挑戰 包括像是美國跟齊勇幫 他們現在在運送武器到烏克蘭 從俄烏戰爭這件事情來分析的話 其實是他們在消耗自身的武器庫存 而且如果武器製造商沒有穩定長期的訂單流的話 是不會願意開設新的產線的 所以現在也不知道說 如果美國加速運送武器給台灣的話 那麼大陸到底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呢 好不過可以確定的是 中國大陸近來是大秀軍事肌肉 才剛剛慶祝完第三艘的航母福建艦展開細薄試驗 同樣搭配著電磁彈射技術的美國航母福特號 美東時間4號就正式出航了 展開2017年服役之後的首次部署 福特號也是美國海軍40年來設計的第一艘新型航母 首次的任務將加入北約盟友的演習 為明年正式的巡弋做男生 美國海軍40年來第一艘新型航母福特號 4號從維基尼亞州的諾福克港出航 展開服役後首次部署 美國海軍表示這次任務是為了讓福特號 和北約盟國演習為明年正式巡弋做準備 約2700艘航母是為首次部署的航母 以為首次部署的航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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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特號2009年底開始建造 2017年正式服役 原定2018就能展開任務 不過因為問題不斷 時隔5年才展開首次部署 福特號配備23項新技術 包含擁有比尼米茲級航母 多三倍電力 使用電磁發射系統和雙波段雷達 福特號是福特級第一艘航母 美軍也已經開始建造 其他兩艘福特級航母 和大陸航母福建艦相比 福特號排水量10萬噸 配備四套核動力電子彈射系統 三台飛機生薑機 來負荷75架以上以F35為主的艦載機 作為首艘國產彈射型航母 福建艦的誕生 對航母部隊的發展 有著深刻的意義 而福建艦排水量則約8萬噸 同樣配備電子彈射系統 差別在於只有三套 並且以傳統動力發電 福建艦配備兩台升降機 搭載將近70架艦載機 以殲-15戰鬥機為主 雖然數量不比福特號 但未來可能會配置無人機 屆時總數將達到100架以上 儘管因為惡物戰爭情勢緊繃 福特號目前先和北約進行演習 不過大陸近年積極打造航母 未來美中在印太地區 秀肌肉的航母軍演中 福特號很可能將和福建艦 同場互別苗頭 記者劉家宇報導 吃麵 喜歡吃水餃 總覺得少一味的 來 這一罐是什麼 海皇XO干貝醬 直接來這個QR CODE 快點夠QR CODE 來幫我掃一下 快點夠QR CODE裡面 有很多中天嚴選的商品 喜歡的好朋友們 千萬不要錯過囉